首先第一个定义名称 定义名称根据这个题目 这边有这样说明 反正就是总发行股数分配盈余 然后其他的话 包含就是说底下这个股东姓名就下面这个范围 原有股数就下面这个范围 一此类推 那我们怎么做比较快 第一个游标先放在C1 先定义名称 他会自动抓到前面名称 OK按确定 所以以后的话你就直接游标放这边 定义名称他会自动帮你把前面的名称带过来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我要把股东姓名一直到 现持有股数排名 这几个栏位 底下全部都做名称的话 你不需要一个个做 我刚刚讲过游标放A3 Ctrl Shift向右 向右是向右选取 Ctrl Shift向下 向右向下就整个选取 那整个选取之后的话 这边我们总共有A到H栏 总共有8栏 那你不需要笨笨的一个慢慢慢慢做 你最快的方法是包含他上面的栏位名称 用从选取范围建立 他的名称在顶端列 所以最左栏不要打勾 他会自动帮你股东姓名建一个 原有股数建一个 反正有8个就建8个 OK按确定 自动建好了 那你怎么知道建的对不对 名称管理员 看一下股东姓名 然后游标放在这边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范围如果对那就OK了 其他如果不对 你再修改一下 基本上应该他会自动帮你选 那其他的 总共有8栏 其实也都一样 所以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好了之后的话 那把它关闭 再来就是还有什么 配股数量表 栏位名称不要选 这个范围 我们给他一个叫配股数量表 所以你把它Ctrl C 这个名称先C 然后切到这个范围 给他一个名称 叫配股数量表 直接在这边加 或者定义名称也可以 两个方法都可以 不过因为在这边加比较快 我Enter一下 这个范围就叫配股数量表 那水率表一样 那我栏位名称不选 选这边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贴上 Enter一下 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 配股数量表的栏位名称在上面 特别注意栏位名称如果在上面 将来要查询的话 请你用V路卡恩数 如果他的栏位名称在左边的话 请你用H路卡 OK 所以两者 我们好像有个H路卡 H路卡主要是针对 栏位名称是在 左边的这种情况 不过大部分 应该栏位名称都在上面的机率比较高 所以如果说你将来 假设你要统一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范围选取复制 将来贴上的时候 你可以用那个让他 转换 转一个方向 把栏位名称放上面 这个叫什么 转字 按确定 他就帮你转了 有没有 本来是横的 变成重的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 V路卡恩数来做 OK 所以这个稍微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练习是两个都要 所以 这边的话 我就 这个名称 用 这部分的话用H路卡 把这个定义一下 叫税率表 好 我们的名称 定义完毕了 所以一完成 二的话呢 我们 再来就是 分配股数 以业绩 搜寻配股数量表 那这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说 在他的业绩 这个人的业绩 叫杨小涵 他的业绩是 1450万 对不对 那1450万 在配股数量表 应该要分配多少股数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1450 应该是在这个Range 对 OK 应该没错了 然后呢 我会把什么呢 这个数量 给 带过来 所以如果当然 以前的人不知道 有 怎么办 就直接就输入对 然后 890万 那你可能到这边 他是这个Range 那可能切过来 在 2000 25000股 OK 不过 这样子应该不是好方法 因为你要一直 往下 比较聪明的做法 可能顶多是 有人把配股数量表 列印出来 放旁边 看 这比较快吗 我看很多人都这样做 那当然 这不是好方法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要查的话 比较快的方法当然是 利用我们刚刚讲的 查询 当然 这边可以用V2函数 你也可以用其他函数 Offset Index 都可以 那我们可以用 我们假设用V2函数来做的话 在减失与参照最下面这个 查什么呢 查业绩 可是 配股数量表里面 OK 然后再查配股数量表里面 所以F3 配股数量表 这边有个配股 应该我们有定义个名称 所以叫配股数量表 按个确定 那这个时候配股数量表出现 当然你如果要看配股数量表 你可以游标再点这边一下 他会切过来 那你会发现 这个配股数量表的业绩是以万元为单位 所以记得 这边要除以多少 除以1万 不然的话呢 他会找不到 除以1万 OK 然后呢 我需要带回来是 哪一栏呢 你可以看一下 第1栏第2栏第3栏 那特别注意 查的话一定是查第1栏 那第2栏做什么用 第2栏是装饰用的 其实他没有任何作用 OK 他会查 OK会查 主要是查这1栏 然后呢 会把第3栏给带过来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用第3栏 3